大家好,提到二战时期的美国武器装备 很多人的脑海当中的印象就是源源不断的飞机坦克军舰 而美国能够生产出这些也是因为战火没有波及本土 能够安心搞生产而已 这其实是对二战美国工业生产的严重误解 工业无论是生产还是转产都是相当有技术含量的事 美国在短短几年间从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工业 到民主国家最大的兵工厂靠的不是行政命令 而是企业家尊重工业化的规律 开发工业化潜能的结果 今儿咱就聊聊这段往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 欧洲和东亚战云密布 而当时的美国虽然经济规模世界第一 但是在军事工业中却处在长期的废驰之中 国内的工厂有百万家以上 专业的军工厂只有六家 这些厂家设备陈旧 有的还在用南北战争时期的古董生产工具 而当时美国陆军规模很小 甚至比不上欧洲的罗马尼亚 即使给如此小规模的陆军提供合格的装备 也非常困难 士兵演习的时候 有不少人只能使用木制的假枪假炮做样子 当时有人悲观的预测 如果战争打响 希特勒只需要在东海岸登陆五个师 美国就完蛋了 1939年的9月 德国陕纪波兰世界大战正式打响 罗斯福总统就召集了一些制造业的领袖 组成了一个战争资源委员会 讨论如果美国卷入战争 应该在工业上做什么准备 但这个委员会的成立 引起了轩然大波 美国民众根本就不关心波兰的命运 他们成平日久 无法接受工业要大规模生产杀人机器 于是六个礼拜之后 这个委员会就散摊了 到了40年夏天 情况不一样了 纳粹德国的闪击战席卷欧洲 连陆军第一大国法国都被揍趴下了 法国可比波兰的存在感强多了 再这么下去 纳粹德国征服英国 找美国的茬是时间问题 所以此时罗斯福提议 组建一个国防顾问委员会 以应对可能的危机 这回呢遇到的阻力就小多 这个委员会的任务 就是想尽一切折 扩大美国的军火产能 支援还在抵抗的国家 同时为美国的武装争取时间 一开始关于怎么扩大军火生产 怎么如何去生产 都是未知数 更要命的是 这只是一个顾问的委员会 顾问嘛 没人顾没人问 所以没有任何强制发令的权利 不过这个委员会呢 有大佬压阵 首当其冲的是 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 克努森 这位曾经在福特公司 一手搭建了世界上 第一台汽车生产流水线 又让通用公司呢 扭亏为盈 可以说是全美国最懂的 大规模生产和商业运作的 业界巨头 没有人比他更懂 大规模生产和商业运作了 而且在美国呀 工业界和商业界 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他说话比总统好使得多 一开始呢 美国军方想直接向企业下令 让他们转产军工 并且呢 对民用产品进行削减 克努森制止这样的鲁莽行为 这么做 对于经验不足的美国企业 只会造成麻烦 而且呢 会加剧政府和民间企业的对立 他通过大量的调查 和自己在制造业的经验 抓住了问题的主干 甭管造坦克造飞机 总得需要机床车床这类东西 他们呢 有个专门的称呼 叫工业母机 而美国虽然大部分企业 不造军品 但造这些个机床车床 是行家离手 于是克努森代表美国政府 下了大量的工业母机订单 并通过自己在工商业的人脉 运用政府的补贴 让福特通用克莱斯勒 这样的公司扩大生产规模 为大规模的军工生产做准备 而新设立的厂区 也都按照克努森 最熟悉的流水线工作布置 尽管绝大部分参与生产的企业员工 对武器并不熟悉 但在这样的流水线当中 都可以保证生产 比如克莱斯勒公司被委托生产坦克 他们总裁之前 连坦克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但在后来的战争期间 他的厂房成了美国坦克 最重要的生产线 当克努森完成工业母机 和生产线的布局之后不久 珍珠港事件就爆发了 此后克努森宣布 要把美国变成民主世界的兵工厂 这句话经过由他布局的工业生产 完全变成了事实 当科学规划的工业生产 全力运作的时候潜能是惊人的 福特公司用一年时间 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厂 而这个工厂 每一个小时就能下架一架 B24轰炸机 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飞行员就睡在厂房尽头 以便把生产出来的飞机飞走 汽车程底特律 一个地方生产的坦克 就比纳粹德国举国之力 生产的还要多 当然了 这样的生产也不仅仅是流水线 工程师们也会及时根据设计 对产品进行调整 相比于军人工程师对工艺的了解更多 因此这样的调整成功概率也更大 比如谢尔曼坦克 废除了某街改用汉街 这就是非常成功的改进 整个战争期间 美国生产了8万多辆坦克 29万7千架飞机 250万辆卡车 等等等等 完全淹没了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工艺 这个德日跟美国这一比就不在了 如此多的武器装备 不但让美军脱胎换骨 变成了一支战斗力强悍的生力军 也大量装备了英国 苏联等盟国 是吧 所以你看那个美军才是一支完全机械化 四个轮子前进的军队 德军主要还是靠马 所以有人把这个纳粹德国叫罗马帝国 是吧 这个苏联如果要不是因为美军援助了四十几万辆卡车的话 那他拿什么步兵去追得上苏联的坦克呀 那这是不可能的 苏联生产的坦克数量在二战大陆到第一 比美国多 但是你别忘了美国还有250万辆卡车呢 这些卡车几十万辆援助给了苏联 所以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 斯大林向罗斯福祝酒 并提议为美国的生产干杯 因为如果不是美国生产的海量武器 苏联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 由于克努森在提高生产效率上起了了不起的功绩 他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 以平民身份获得陆军中将军衔的人 当然了光有这些物资不行啊 总得跨过大洋运到前线吧 所以这个时候委员会的另一个企业家约翰凯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是美国的造船大亨 在战争期间根据英国战前商船的设计进行优化 制造出了可以快速大规模生产的自由轮 这种货船不需要熟练工人建造 四十多天造好一艘 最快的建造记录是四天 这个咱们前面讲过 虽然整个战争期间 轴心国不断的发动对盟军货轮的潜艇袭击 但建造的数量之多 完全淹没了潜艇战的努力 可以说自由轮是同盟国获胜的必备因素 不仅如此 凯泽在造自由轮之余 还顺便用货船的船体造了一百多艘护航航母 这些护航航母 虽然从战斗力上不能跟正八经的舰队航母去比 但是他保证了盟军在任何时候都有舰载机的空中优势 数量更是对日本有压倒性的优势 可以说太平洋战争的结局早就在造船厂里注定了 而在完成这些了不起的生产任务的时候 由于充分发挥了企业的主观能动性 美国是各参战国里民众做出牺牲最少的国家 没有严格的食物配给 没有战时管制 甚至一些生产民用产品的企业在战争中发了一大笔财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可可乐 美国大兵走到哪就把可乐带到哪 甚至还在前线建立可乐冠砖场 这对于节衣缩食的德国日本苏联来说 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就这样 美国政府和军队在二战期间 充分尊重商业和工业的生产规律 这才有了二战期间美国军工生产的奇迹 这个奇迹不但让同盟国打赢了二战 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军工厂大量的订单 美国彻底摆脱了大萧条的阴霾 实现了大炮和黄油兼德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女性大量走入生产岗位 也为日后女权运动争取同工同酬 推动社会进步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战争结束之后 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而它内部也孕育着下一次变革的种子 好了 关于美国二战军事生产的奇迹 这个故事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